今天又回来跟大家讲讲技术上的东西 试完之前我在另一频道分享龙卷锋2024 发觉它原来都是用菲林拍的 今时今日就算我自己都会这样想 为何还会有人用菲林拍的东西呢? 据统计,现在荷里活一年里 差不多有7-10%的电影是用菲林拍的 当然大家会知道有些导演 譬如Christopher Nolan 他是特别忠情菲林 特别他会用菲林拍的IMS format 除了他之外,依然有导演是中用菲林拍的 为何呢? 我看了一些评论里面有些人 譬如有些人,依然我都会遇到这样 你会说今时今日你还说菲林漂亮的那些呢? 你简直是阿爷啦 即是说你没有与时并进 究竟事情是不是这样呢? 那拍菲林,特别是龙卷峰 龙卷峰一部有很多特效的电影 为何会拍菲林呢? 今天就是我在这里看他的资料 我分析过,我自己评论过 我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一样东西 今天主要目的就是这一样东西 好了,讲这个正题之前 当然大家要知道,拍数码和菲林 大家的优劣在哪里来? 我想数码大家讲得出的 其实是很简单的 基本上应该 最少最少便宜了 因为菲林贵的,你不断换很多菲林 不断买菲林,是吧? 那你拍数码的话 你只是现在基本上落下硬碟 基本上没有这一样东西 第二,应该流程会快些 因为你不需要换片 就算我们在行业里面换片很快 但你会被片限制了 这款片,你用大录音的话 都是拍十分钟 十分钟都会停的 除了特制片 如果不是的话 你拍十分钟要停一停 就算你有五部机也好 你一部机停了的话 是不是其他四部机不停呢? 但是拍数码没有这种东西 你不需要停的 你有电就不断走的 另外就是菲林机似乎会比较大 因为你有一个媒体 即是有一个片盒在上面 你数码机就算去到ARRI 你用了一些大镜头Zoom 它始终都会比菲林机小一点 当然这个大小在荷里活来说 不是那么重 因为它通常在Studio拍摄的 所以情况不是那么大 那么 到了最重要的 我始终觉得一样东西就是 画质 即是你去断定一样东西 就等于譬如我 最后我可以决定用一部模范来拍电影 为什么? 因为我都确定了它的画质 是已经去到某一个可以接受的电影 那个可以接受的那个境界 那个地步 我才可以用它 那即是说你用菲林 是否真的说菲林 还会有一个画质比数码更好呢? 老实说 虽然我都是菲林过来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不会存在住 就是数码不断不断可以进步 而菲林已经是没有进步的空间 就是他们已经做过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数据测试 就是现在你以35毫米的菲林来说 它出来的那个影像呢 大约是2000多万像素 就是等于你4-6K之间的image 那个quality 4-6K之间 但是 你数码机已经可以去到8K了 即6K没问题 8K连我们 就是我们的consumer grade的模范 都可以去到8K的video 那这个颜色上面 如果你拍去到这个 这个progress 422HQ 就是progress已经没问题了 10bit 10bit color 甚至拍到RAW的话 更加没问题 那所以 如果这个客观你问我的话呢 即 就是 image quality上面呢 菲林不会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但是有没有优势呢 我一会再说 有没有优势呢 一会再说 但是基本上说 就是 就是数码是绝对不会输给菲林的 绝对不会输给菲林的 那如果以 最漂亮的拍电影机来说呢 它的工作方式呢 就算它是一个数码的video也好 它这个方式也好似是菲林 即是说 它都是以这个ASA或者ISO做的依规 它会是 就是 都用回一个快门角度去计算 那你打灯也是用回叉光标 那所以 没有什么特别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话 那就是用人来说 你用哪个都没问题的 应该有这样说法 但是我刚才说了 菲林 至少有两样东西是限制了 包括你shooting duration 和你要贵了一点 好了 又说一说 后期流程上面 后期流程上面 你拍菲林会不会烦了呢 你拍完菲林那条是底片来的 你要看片 你当然要把它印出来 做了一条正片 你才可以看 对吧 好了 但是现在在这个数码过程里面 又不需要做这件事 它在这个底片的话 它直接上scanner 将它scan回到一个 digital storage里面 而在scanning的过程里面 它可以选最高bit rate 一样可以选最高bit rate 其实这个过程 这个scanner等于什么 等于你用了一部很漂亮的 一个数码相机 去拍照底片的projection 其实就是类似这样的概念 所以你scan出来那条片 依然是很高resolution 即是可以是 一样可以去到4k、6k 那bit rate一样可以去到project 4444 就是more than 10bit 都还可以 所以层面上面 你唯一做多了一件事 就叫做scanning 即是说你要拿菲林回来 你去scan 但当然你菲林的过程里面 有些危险的 就是你刮花底片 你可能污漏了 甚至你scan的过程里面 都有少少微尘 但这些危险 都是可以避免得到的 甚至它有少少花了的话 你都可以数码收服 所以基本上这些危险 又不是很大问题 好了 那说回 送话是否方便了 刚刚我们说了 你现在拍菲林 你起码要过一个scanning的过程 你才可以用它来再process 你用来剪片好 做后期好 你都要将它scan了 变成另一个设计 一个digital format 你才可以做事 那拍数码是否真的方便了呢 理论上好像是 但其实又不完全是 为什么 如果你熟知这个数码过程的话 特别你现在 你除非用手机拍 你用手机拍的话 就最方便 因为你拍完影片 它基本上是一条MP4 如果你这样拿它上去 即是发布的话 即是传到社交媒体 就没问题 立即拍 立即传 如果你拍YouTube的话 问题都没有很大 即是那条影片拿回来 你都要剪一些 才头才尾 做一些colour correction 都是没问题 但如果你真的拍电影的话 你拍出来那条 都是很高data rate 都很高bit rate 包括你拍那条 你最基本最小最小 你都可能拍到ProRes 422HQ 又或者你拍过ProRes 444HQ 这些影片基本上 不是看不到它 都可以看到的 但你用来剪片的话 有些问题 即是你未必能行动它 即是你看到未必能行动 如果你拍到RAW的话 就更加难了 即是你用一个很厉害的电脑 你直接去access这个RAW 是可以的 但一般电脑来说 特别现在 其实在这个Digital 这个现代化之后 很多剪片师 都会拿着电脑去工作 他们不需要一个真正的平台 即是他们 将它落到确实之后 就在电脑上剪 所以这些RAW 或者ProRes 444HQ 对他们来说 是too heavy 他们不会这样做 所以基本上 因为Digital 就会将这些RAW 或者这些这么高 Data Rate 这么高Bit Rate的影片 就落到一个 叫Propsy的File 即是一个替身 一个低Race 但这些资料一样 即是说 那个Time Code 或者摆放一模一样 以后 你才会出一条EDL 来拿回原片 即是说 都要印这条片出来 其实它都要印这条片出来 如果你交给后期做事 其实它的RAW 即是你给了RAW 给这间后期公司 后期公司都会将这个RAW 出一条片 先去做CG 即是基本上这个RAW 都是你不会真真正正正去用它 你都会出一个copy 你才用到它 其实这个过程 是跟拍Phylum 即是physical拍Phylum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客观地说 你又没有什么大工序损失 即是你拍Phylum 因为你拍Phylum 突然说了 你拍了一个真真正正的 Phylum的RAW 那个negative 你拿去scan 那如果你拍RAW 就像DigitalRAW 的话 其实它 那个存在状态 跟Phylum的negative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 Digital的RAW 有时候也叫DNG 即它属于Digital的negative 都只是一个 你都不会用它 所以工序上面 其实是没有繁复到的 当然我说的是 电影生产 即是如果你是拍 Wedding Video 你一定会做多一件事 但是我知道 有些人拍Wedding Video 如果拍得好 他想多些Access 多些处理的话 他可能会拍 厉害的Progress 或者甚至拍RAW 但一边来说 你想很快地交货 最简单的方法 都是拍 想拍MPEG 对不对 最简单的方法 这个就是当中的分别 所以这里只是正确 正确的一件事 就是一件事 你拍Phylum 其实是客观地说 是不会加重后期工序 是不会加重后期工序 甚至是一样的 但是钱有没有分别呢 我想钱有些分别 因为你经过scanning 的过程 后期工序 怎样都会收你scanning 的钱 但这个钱 对比整个制作 又不是很多钱的 那会否方便了 你拍后期 会否方便了 因为后期你只需要 用RAW来出一条片 做特效 出一条片做特效 但如果你拍Phylum 你也要scan了才做特效 那一句 我不见得是繁复了很多的 唯一你拍Phylum 就反而在现场 那个 那个叫做 没有那么方便的东西 是会影响大一点 影响大一点 好了 所以第一件事 大家先解释一下 第一个谓团 原来你拍Phylum 是不会在后期上 造成很大的影响 甚至你拍 在特效片也好 它也不会有特别影响 好了 所以到尾 都是返回一个 就是Image Quality 我已经说了 Digital 其实我不觉得它会输涉给Phylum 但是Phylum 他们已经做了一个研究 就是Phylum 在某些情况上 还有那么多优势 是什么优势呢 就是 如果你用很fine grain的Phylum 很fine grain的Phylum 即是什么 你用到50 或者100ASA的Phylum 因为它始终是银炎 SILVER SHORT 它的密度是很小的 所以它出来的密度 是会更加细致 比Digital Sensor 这个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 当然如果到8K的Sensor 其实它也是很小的 那么 那个问题就是 很多时候 现在的Digital 因为它要遇到特性 即是Digital Range 特性来说 它的ASA也会比较高 例如Aria Alexa 800度 现在很多机器 如果拍了Log Profile 或是RAW 它都会上到400度 100度 甚至到1600度 所以以细致度来说 Phylum 如果你用50度ASA的Phylum 或者100度ASA的Phylum 在细致度上 都会有少少优成 换句的跌温用来说 Grain 就会好一点 好一点 如果你用特效片的话 其实 用Phylum 如果你用100度 你Limage 100度ASA的Phylum 的话 它有机会 fine 不是 它有机会 fine 这个 Digital 一点 但我想这个 我觉得 这个有机会 因为 其实我们肉眼 未必看得到 但是你说 如果你把它放到很大 或者在Wave方面看 就可能有少少分别 但肉眼 我也不容易看得到 那个分别 因为 其实现在的Digital camera 已经是很fine 但是 其中一个 如果你用 比较低ISO的Phylum 它是有机会 再fine 你的Digital sensor 另外第二件事 就是 Phylum机有少少优势 其实大家的动态范围 都差不多 甚至现在 以可量度的动态范围来说 数码机是不会输赏 给你Phylum机 但是Phylum机 我听说 可量度 有一些不可量度的动态范围 Phylum机有少少优势 就是在一个极高 和极低的位置 就是在很暗的位置里面 很暗的位置里面 你有时候在Phylum机里面 你见得到的 但是在数码机里面 就算被你Phylum高的话 它的声音很厉害 但是如果你Phylum高 一个Phylum很暗的位置里面 它的声音未必那么厉害 因为数码机 因为有限制就是 因为数码器 如果你不够光 那一位不饱的话 它是很粗的 很粗的 但是Phylum上 没有这个情况 它是Under了 其实它是 你Phylum高的话 它也会粗 但是它用粗 是纯粹你的Grain 是boot up 它是不属于那种Lois 所以这方面 在暗位上 它就会有那么多 一些优势 有时它看的东西 会看多了 但是最重要 也不是很漂亮 这种方法 数码大家也知道 如果它一Wash 就没有了 就是一Over了 就没有了 你什么都够不回 但是Phylum 在最高位置 你明明觉得 量度出来 量度出来没有了 但是你回去看看 原来有时 是有机会有点多 那这一个 依然是 就是忠诚Phylum的原意 当然有些优点 就是对我来说 都很抽象 就是譬如说 因为Phylum 本身 它比较物理限制了 所以就算颜色很浓郁 都好 依然你会很接受 但是如果你在数码上面 你的数码sensor 如果你真的很rich 太过saturated 的话 你会很假的 但是这个 这一点我 我又不是太败 因为你去到尾 第一可以tune 第二 其实你anyway 你都会将Phylum 变成数码 后来去到这个剪片阶段 或者再重印阶段 大家都是一个 same format 所以我觉得这个 就不是很严重 就是不是Phylum 最大的优胜位置 所以去到尾 他的优胜位置 就是在那个 在那个动态范围上面 有一些 不可量度的细致位置 就是肉眼回来看到细致位置 在高光位和低的阴暗位 所以Phylum 还有点点点 有点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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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是不是要追到这些细致呢 就是两体 就是这些细致 你是不是要追求呢 但是有一样东西 就是如果你看到龙卷峰的话 它大部分情况 在户外拍摄的话 如果在户外拍摄的话 因为它不是一个 well control studio里面 它有点点优势 就是因为你始终的天空 你遷就了 你这个主要曝光 就是你的人面之后 你的天空控制不了那么多的话 如果你回去 还有一些 你以为没有了 而有的细致 那些细致是一件好事来的 我相信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 为什么今时今日 何利活依然有些人 在某些作品上 有些制作上 他会拍摄片 就是原因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